大家好 由于这段时间太冷 我这颗三角梅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动害 同时又开了少量的花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其实我们必须要给它做一个处理 不然的话到了开春 想要它长新芽多 那么是很难的 因为这颗三角梅目前的花量不多不少 也没有太多的观想价值 所以想要它开春长新芽翻几倍的话 我们首先要给它修剪一下 现在给它做修剪的话 它不会长新芽出来了 因为气温比较冷 冬季不长新芽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储存更加多的养分 到开春再长新芽 所以这个时候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我们一定要舍得将它修剪掉 像这些花芽全部给它剪了 还有这些枝条也适当的给它剪短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叶片受到轻度的冻伤发软了 虽然说现在它已经不长新芽 但是给它补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时候给它补肥的话 可以保证它的根系更加的活跃 比如说给它使用这种农家肥干养分 因为干养分它的热量会比较高 可以让这个根系不容易受到冻害 同时让它更加活跃 组成更加多的养分 我们只是要在这个盆的表层浅满一层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补完肥之后 也不要急着给它浇水 只要保持这个土壤有点微微的湿润就可以了 如果浇太多的水 那么也是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的 好了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就处理完成了 经过这样处理 等到来年一开春 这个新芽一长出来 估计要翻好几倍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